天上吊錢的發財夢就在眼前上演了嗎 筆直道路散落白花花的鈔票 騎士駕駛紛紛停下來幫忙撿 挽腰低頭一邊走一邊撿 左側車道的汽機車小心經過 還是吹起了不少現金 有百元有千元 大家看來看去 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 那這些錢的主人到底是誰 15號傍晚6點多正值下班通勤時間 抬二十九線出現了大量的鈔票 沿路飄散二十公尺 募集民眾停車減錢 整理好整疊現金一共三萬一千九百一十元 擔心施主心急如焚 趕快拿到派出所 奇怪的是並沒有人通報掉錢 騎車可能放在口袋不小心飛出來 他明白無故為什麼要自己要撒錢 我覺得應該是不小心掉的機率比較大 還是背包拉鍊沒關好 渾然不知呢 遠景調閱監視器 過濾經過這路段的機車 還是沒有發現施主 聯繫可能之施主 均表示未遺失財務 研判該遺失物已在場取久 恰巧機車騎士騎乘經過造成飛散 全案依規定受理 實得遺失物在案 一大筆錢至今無人認領 趕快檢查看一下這疊錢的主人 是不是你 TBS新聞 徐季鴻財新宇高雄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